离婚十四年 谢女士一直独身 没有再婚 为的是给儿子小马 全身心的陪伴和关爱 她也始终认为 自己和儿子是母子情深 然而 在最近的一次争吵中 儿子竟脱口而出了一句 让他不寒而栗的话 我害了他和他爸爸 我让他成为一个单亲的家庭 是我一手造成的 特别怨恨我 轻心付出 换来的不是感恩 反而是一种强烈的怨恨 谢女士崩溃至极 我当时都特别崩溃 我死的心都怨恨 她觉得 儿子之所以怨恨自己 亲近父亲 是因为不知道自己 十四年前离婚的真相 想让他知道真相 我是受害者 然而 当调解开始 声称是受害者的她 却自诉 曾经对前夫武力相对 我踹她爸爸 她爸爸就躲了 可以说是歇斯底里 对儿子暴力发泄 后来我就扇了她 十几个耳光 我这都不解气 当矛盾层层揭开 调解团队认为 心中藏着怨恨的 其实是谢女士 在你的内心里 住着一个怨恨的 直到现在 依然无法消除的 一小魔鬼 你扇的十几个耳光 这哪里是教育 前夫马先生在电话里呼吁 不要用怨恨伤害儿子 你可以怨恨我 但是你不要拿你怨恨 对抗孩子 在和前夫的婚姻中 究竟发生过什么 以致谢女士心中 留有挥之不去的怨恨 而这股怨恨 又给儿子小马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伤害 最终 弥漫的怨恨能否消散 母子之情又能否回归 欢迎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节 遗留的怨恨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是母子二人 妈妈谢女士 儿子小马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需要老师们帮忙解决 最近发生几件事情 我感觉孩子对我有误解 不仅有误解 而且有怨恨 对他爸爸 好像我觉得就是更近一些 更认可度高一点 他这样一做以后 我就感觉到 我有一种担心 如果往下发展下去 有种危险的感觉 感到有危险 这个危险是指什么 孩子像爸爸一样 我是就觉得担心 希望今天有什么样的 希望今天能让孩子消除误会 我和他爸爸 十四年前离婚的原因 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一下 小马今天有什么诉求 我可能不够了解我的妈妈 更想多听听她对我的一些意见 协助她解决一下 比如说她刚才那些诉求 我更多是协助她 你妈妈说感觉到你对她 是有怨恨的 存在这个问题吗 应该是存在一点的 在内心深处